從今天開始好像要變天了 你看高雄 哇 雲層超厚的TOO天氣陰陰的 今天的雨到底下多大 而且降雨熱區又會在哪裡 沒錯 在其實在南台灣 已經下了兩個多禮拜了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可能是稍微空檔 但是這個雨還是會持續下 至於在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現在出門應該有一點飄雨的狀況了 因為目前其實對於台北還有新北市 是發布了大雷雨的資訊 因為這個主要是在靠近沿海的部分 這些閃電是蠻密集的 那今天主要其實這樣子熱區蠻多地方的 因為中南部其實現在雨就還是持續的下 至於北台灣應該也是受到了這個低壓帶影響 所以天氣相對來說都蠻不穩定的 至於東台灣相對來說是比較好一些些 因為雨可能主要是午後熱對流發展 比較會下雨 還是有機會看到陽光露臉 因為北台灣現在其實就有一點飄雨 而且雲真的好厚 所以今天開始越晚雨越大 那麼更多的天氣動態 把時間交給露露主播囉 首先透過衛星雲圖來看了 目前我們還是處於一個低壓帶的環境 加上西南風是相對比較強的關係 所以導致了現在大氣不穩定 所以我們天氣也不穩定 很多地方都下雨了 而透過雷達回播圖帶大家來看 因為有些地方降雨已經蠻明顯的 尤其是在北部近海的地方 有些地方就是有一個西北風 跟西南風交匯的一個風切線 我們畫面上看到這個紅紅綠綠的這一條就是 主要低壓帶是在我們的台灣的上方 所以現在北部是雲多 而且有些地方已經飄雨了 甚至在新北跟台北發布了大雷雨的資訊 因為在北海岸靠富貴角的部分 對流是發展比較旺盛 對流雲包已經出現 有密集閃電的狀況 而這大雷雨資訊目前還是發布當中 請大家要注意 至於在中南部沿海 其實在凌晨開始就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像是嘉義太保 時雨量甚至已經來到20毫米 而台南新營也有20多毫米 重點是沿海先下 但是慢慢會下到了平地 也就是很多地方 其實在上班上課時間 這個雨已經開始出現 至於亞洲雲雨圖遙 提醒大家現在台灣所處的環境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是處於一個低壓帶的環境 因為現在低壓帶是由北往南 來到了台灣的上空 所以西南風也是增強的狀態 迎封面整個西半部 都是有一些震雨雷雨 甚至有局部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至於在東半部的部分 相對來說是雨是比較緩一點 但是還是有短暫震雨的發生可能性 只是這低壓帶影響 降雨不一定集中在 午後或是清晨 全天斷斷續續都有雨 所以雨備方案一定要備著了 而只是電量降水也要提醒大家 現在其實整個中南部 已經有雨勢出現 而且今天從北到南 由西到東 尤其在午後這個熱對流發展 這個雨會更明顯 只是白天也不要大意 因為這個雷雨包只要一出現 這雨有可能馬上就下下來 所以看到幾乎今天全台灣 都有明顯降雨的狀況 至於晚上到明天清晨的時候 其實北部跟東半部是稍微有一些些空檔 只是西南部的雨還是不會停 而四日雨區也提醒大家 低壓帶就是從今天開始影響 主要低壓帶其實從今天禮拜三 一直到禮拜六影響四天 只是雨比較大的時間點 從今天開始就有感 一直禮拜四禮拜五主要是三天 這個雨是會下的蠻大 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區可以看到 已經下到了紫色警戒 代表有可能是大雨好雨的等級 一定要特別注意 而未來的天氣也提醒大家 主要就是北部中部南部的觀眾朋友 也可以看到了 都是像雷震雨的狀態 在離島的部分也是雷震雨的狀態 很多地方雨真的蠻大的 至於在東半部的觀眾朋友 可以發現可能還有陽光露臉 只是要注意了在午後可能熱對流發展 在東半部也是會有像雨的狀況 而中南部一定要特別注意 因為中南部雨真的下好久 從康努颱風到現在 幾乎下了兩個禮拜 所以山區土石會相對比較鬆軟 盡量減少山區的活動 而且要提醒了 對流雲系的周圍強對流發生 所以風會比較大 所以出門不只要留意降雨 這個風勢可能也是一陣一陣的 所以最後在大家來關心的是 各地的溫度趨勢 首先關心的是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要注意的 因為今天可能雨是一陣一陣的 但是沒有下雨之前溫度還是偏高 有時候可能還是會來到33、34度 直跟昨天相比 這溫度還是低了一些 而在中部的溫度趨勢來看到了 是28到33度 但中部也是要注意了 這個雨空派是一陣一陣下 而沒有下雨之前溫度大概32、33度高溫 而在南台灣 新南風還是持續影響 所以南台灣觀眾朋友發現 這個雨幾乎是沒有停 間歇性的一直下 所以南台灣跟北部跟中部相比 這個溫度大概只有30、32度的高溫 至於東部的溫度趨勢 東部相對來說雨是比較少一些些的 但是還是要注意了 午後還是會有雷震雨的發生 而溫度相對來說被風沉降 溫度有可能來到33、34度 以上這節的氣象資訊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